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还是先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如果你觉得这个声音有点陌生的话呢 芷娟平常是在news酒吧礼拜一早上9点到10点的世界一把抓为大家服务 好那今天一大早今天芷娟出门的时候 我有看到天空有蓝天白云心情还蛮好的 快速的带大家先了解一下今天整个天气大概的一个状况 今天天气还算是稳定 今天受到了偏南以及西南风的一个影响 水气比较少 那各地今天清晨刚刚我讲了出门的时候 其实天气都很算很稳定的 这些零星的降雨 而且天气还蛮舒服的 平地的低温大概就在18到23度左右 白天会稍微闷热一点点 那主要城市的气温以台北来说 大概今天是25度 台中25度台南也是25度 那另外呢 主要提醒大家的是 要开始变天是会出现在明天 尤其是傍晚 明天的中国华南一带会有再度有封面系统南下 白天还是持续的闷热 不过呢到了明天的傍晚左右开始 封面更为接近 北部和西部将会陆续受到封面云系的影响 会有短暂这种发生 所以今天出门还不用带伞 但是明天提醒大家出门 尤其是比较晚归的听众朋友 可能明天就要带伞咯 好快速的带大家来转握一下 一些重要数据收盘的一些行情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美国股市 目前债务谈判上线的前景还是有点不明 其实昨天的美国四大指数开盘的时候 涨跌不一 不过今天是在收盘的时候是集体揭没 好那现在呢 讲到的就是美国可能最快在6月1号的时候 就会违约嘛 那时候财政部长叶伦就有警告 时间所剩不多了 那现在的一个最新进展进度是 美国总统拜登和他的国会领导人在债务上线会议 礼拜二举行 拜登在会前的时候他有受访 他说他乐观的认为说 能够和共和党在债务上线达到协议 那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的消息是传出来说 拜登和国会的领导人的态度已经软化了 是有这样的一个消息 不过不过其实礼拜三的时候 拜登就要到日本来参加G7的领袖峰会 但之后他在礼拜天会回到美国会继续来进行谈判 那昨天的道琼指数最新收盘 礼拜二的收盘状况 是道琼指数是下跌1% 收在330012点 那萨克指数呢下跌0.18% 而另外呢在S&P500指数的方面是下跌0.67% 贝城半导体指数是下跌0.13% 那不过科技五大天王多数都是全数是收红的 亚马逊上涨了1.98% Meta是 不过Meta是下跌2.69% 苹果持平 AlphaBay是上涨2.57% 微软是上涨0.74% 好这些美股的讯息提供给大家了 那另外呢要来关心的是油价 好油价呢 这个纽约远游的期货价格 今天呢这个收盘是收跌0.35% 收每桶70.86美元 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 是收跌0.43% 是报每桶74.91美元 那另外呢特别要来讲到的是 黄金的价格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在昨天晚上半夜的时候 黄金价格突然偷偷的有点跳水 直接跌破了每盎司2000美元 这样的一个大关是将近两周左右以来的一个新低 一度有看到大概是1984每盎司美元 这样的一个价钱 那中厂呢 这也看到是收在1993 那连同把这个像是 尤其是铜 铜的期货价格在昨天也是下跌了 超过2% 那是报在每盎司3.667美元 这个是在 呃贵金属的方面提供给大家 另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昨天其实有一个汇率市场 还蛮有意思的 是人民币 昨天的人民币 其实跌到了两个月来的低点 显示外资正在默默的退出新兴亚洲吗 其实美国的债务上限协商现在正在进行吗 那那时候大家会觉得说 投资人可能普遍会认为说 如果谈的不是那么的顺利的话 应该美国市场会受挫比较严重 结果我们单从汇率的角度来看 反而资金有从新兴亚洲退出的那种感觉 呃人民币在昨天是贬到了6.6978 是创下了3月10号以来的新低 好这个是在汇率市场的方面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欧洲股市最后收盘的一个行情 欧洲指数呢 这个英国指数是下跌了百分之0.34 法兰克福指数是下跌百分之0.12 法国指数下跌百分之0.16 好提供给大家这个是一些欧美股市收盘的一些重要的一个状况 那同样其实也有一些经济数据公布出来 也是快速的带大家来掌握一下了 呃在昨天也有公布最近的是美国4月份整体的零售销售数字 其实是稍微回温的是月增百分之0.4 虽然是稍微低于市场原本的预期百分之0.8啦 但是已经比前几个月好了啊 比呃二月三月连续的负成长看起来已经是有所改善了 经济学家目前的初步的解读是认为说 美国现在所公布出来4月份的零售销售止跌回升 显示消费者仍然有意愿以及有能力花钱 目前就这个数字看起来 他们认为说经济衰退的疑虑得以缓解 不过同一时间其实也有公布的是美国民众第一季的债务 却是创下历史新高 美国人呢 这第一季的消费者的债务啊 是首度冲破了17兆美元 也写下了历史新高 但当然啦 如果你要来解读这个数字的话 有一派说法认为说 这个可能美国的经济前景 堪率也是一大警讯 好 这个是提供出来的数字提供给大家 还有我们刚刚讲到了能源 国际能源总署IEA 他其实在16号的时候也有发表一个最新的一个月报 有意思的是他其实是上调了全世界石油的需求 他把需求的这个数字 估他认为说在今年会创新高 虽然目前中国的需求成长速度预期 没有应该是说经济数据所公布出来的 没有大家想象中的来的快速的反转 但是国际能源总署依旧把中国需求可能会提高 这件因素估在里头 因此他们认为说产油国的产能 还是难以满足需求 我们都知道说像是这种大宗商品 我们在探讨基本面的话 应是供给跟需求影响价格 那现在呢这个国际能源总署的说法是认为说 他们认为全球的石油需求在今年会创新高 但是供给产油国却在持续的减产 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们认为油价的这个供给会有点紧张 因此又会推升油价 好这个是IEA在昨天所发布出来一个最新的月报 这个数字也提供给大家了 但是刚刚讲到了中国 就是我们一直认为说中国解封 然后我们会看到经济的回升 但是就经济数字上面 我们好像一直还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提振 怎么说呢 中国官方的统计局在昨天有公布 他们4月的一些数据 其中工业还有零售数据通通不如预期 以工业增加值来说年增5.6%不如预期 社会消费品零售年增18.4% 依旧是不如预期 所以感觉显示上他的经济的复苏动力 好像没有外界大家想象中的这么的强 其中还有一个也还蛮重要的数字要提供给大家的是 他们的年轻人的失业率 我们都一直到说中国其实除了房地产问题之外 他们的年轻人口的失业的状况 也是他们经济很大的一个隐忧 而现在所公布出来最新的青年失业率 也就是16到24岁的青年人的失业率 现在已经直接突破了两成 是百分之二十点四 达到了可以说是2018年 官方有记录以来的最高 那所以看起来中国的青年失业问题 非常的严重 官方也坦言说 要加大稳定青年就业的相关的状况 好 这个以上呢 是一些重要的一些欧美数据 提供给大家 好了 关心一下这些财经早报 今天我觉得一些重要的新闻也整理出来给大家了 好的 早安也欢迎大家同步 除了在收听广播同时 也同步可以到我们的YouTube频道上面 到聊天室里头来留言 大家打新招呼 大家早安 好来看一下的是 昨天其实下节目中 我就看到我的Facebook上面 好多朋友都在po 这个巴菲特出清了台积电的股票 等等等等 好 但是今天小来带大家看的是 除了巴菲特出清了台积电之外 他还卖了其他谁呢 好来 看这样的事 其实巴菲特在第一季 波克夏公司除了出清台积电的ADR之外 其实他也调整还蛮多的金融股的相关的一个部位 那其实这也不是太罕见的事情 因为其实波克夏的董事长 巴菲特他本来早就已经有公开的出来表示说 他对银行股的兴趣其实是降低的 那接着我们也有看到说美国很多的银行倒闭 多家的地区银行发生流动性的问题 这个也都一直有看到 好刚讲到的是巴菲特普克夏 其实普克夏在第一季 在今年的第一季 他们整体其实是站在卖方的 他们第一季是站在卖方的 另外他们还砍了谁呢 他们大砍了19%的石油巨波 这个雪佛龙 对他也砍了这个雪佛龙的股票 另外他还减码了谁呢 他还减码了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 好这个是我们除了关心他减码台积电之外 另外还砍了一些银行股 还有像是这个石油巨波 还有制造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 这个资讯也提供给大家参考 那今天其实看到早报 有一条新闻 大家讨论度非常的高 就是大力光了 大力光用专利站 现在也来直指特斯拉 这是今天的今日报的头版的一个消息 提供给大家 他们是在讲说 大力光他们现在专利站直接开火 对准的就是全球电动车龙头厂特斯拉 警告车用镜头的专利侵权 而这样的一个法律管道的法律诉讼 震惊了市场 目前初步得知的是 双方也就是大力光和特斯拉 双方交涉和解之后 大力光顺利取得了特斯拉多数车用镜头订单 而且立刻涨价 根据了解哦 部分的产品包含授权金的涨幅限制 是高达了百分之二十 而这也是大力光专利站首度 从这个智慧型手机延伸到车用领域 其实特斯拉他原本就是大力光的大客户 现在目前外界解读说 大力光这样的一个举动 来争取更多的订单 要来抢达标速成长的电动车浪潮 某种程度上也是借由这个专利站 来宣示在车用市场的定位 法人目前是分析了 认为说大力光因为面临到 手机市场成长的力道没有不如一起 那可是天天车用市场高速增加 现在呈现一个黄金交叉的一个转折点 再加上新厂哦 大力光的新厂在今年年底 即将要开出产能了 所以现在他们用大力光 现在用重启专利站的方式 炮口转向车用大客户特斯拉 来争取更多的订单 这个是今天天津日报的头版 在讨论一个消息 那当然啦 大力光现在要卡位车用的话 除了订单考量之外 其实我们也可以解读说 他有点是要来树立车用镜头市场地位的 一个骑手式 某种程度上你也可以说 他是要来试景 其他的车用镜头厂商 未来可能要来直接来对决 我们可以来想一下对决 车用镜头目前的一个龙头 顺宇光学 我们都知道说大力光顺宇光 是别的两岸这个光学的龙头霸主 大力光的霸主地位是在手机镜头上面 那这个顺宇光学是在车用上面 可是因为大家也知道嘛 近期在苹果的服务值之下 这个顺宇也有打进到 iPhone的供应链当中 所以因此当然会让大力光 有点不适滋味 那现在这一站 在车用市场上面 大力光回头 好要来卡位 可能也会再度和顺宇来一个狭路相逢 双方现在要在车用市场上来一较高下 那提供给大家大力光 第一季的财报 其实是稍微让市场有一点失望的 单季的税后存益是32.881元 年减42%是7季来低点 那美股存益是24.64元 重点是关键的 大家在看关键的是市场那个毛利率 是跌破了这个五字头 是下探到49.39% 是近十年来的低点 这件事情有稍微的震惊到了市场 好不过现在还要 想要来跟大家来一起来聊 最后几分钟时间来聊的是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Google 上个礼拜他们开了一个开发者大会 结束之后 他们公司的股价大涨 接近8% 写下了8个月来的新高 Google执行长皮菜 到底在台上做了什么事情 他秀出了一个AI融入Gmail的 一个进阶式的服务模式 什么意思呢 他有秀出在那个开发者大会上 他有示范说如果今天你用户你收到了一封Email 然后里面是航空公司告诉你说 你的航班要取消 有一个Email这样过来 这时候我们过去我们可能要自己回信嘛 但是他说没有 现在最新的生成是AI 他把它融入到Gmail里面 可以怎么用呢 你收到航空公司的这封信对吧 然后你就按一个生成 按下去之后 他自动帮你写信 回给航空公司来要求全额退款 好 除了一个生成钮之外 如果你觉得他第一时间写得不够好 你可以再按一个延伸 他继续三秒钟就帮你写出一个完整的信 这一个服务在上个礼拜的开发者大会上面 皮菜直接提出来 当时是大受好评 所以也就视野 就Google也要进入到生成是AI 这样子的一个领域当中 可是其实现在也有一个报道出来说 如果今天Google真的这样做这个生成是AI 如果就搜寻引擎的角度来说 你想想看 我今天搜寻一个东西 就生成是AI直接就给了我答案了 那请问这些广告主们原本要争取这个排行 在前头的这些广告费的广告主们 会不会受到冲击 当然会啊 他们还有去做一个统计说 如果未来把这个生成是AI 放到Google搜寻引擎上面 以手机的界面来说 你手机界面会直接看到 生成是AI回答你的答案 你要继续的往下滑 才会看到其他的一些连结资讯 这件事情哦 未来可能在Google的广告上面 会受到冲击 好我们去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现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